报新闻 欢迎回来东森财经新闻 法国精品LVMH集团 在去年的11月份 本来要收购珠宝品牌Tiffany 不过在今年因为疫情的冲击之下 让合并案是一度传出要破局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重新协商之后 现在确定将要以总价158亿美元成功收购 比起之前谈定的价格少了4亿美元 我为了鼓励台湾的青年 从事艺术研究跟创作 并且提升国民美学的素养 在昨天就举办了 第二届当代艺术厂的颁奖典礼 有11位的艺术家获奖 而他们的创作品 也从29号开始要展览一个月 供应链陆续申请供货许可 现在也传出美国政府 帮华为的智慧型手机 开了一条活路 要扩大开放供货 不过前提是厂商要可以确保 说产品不会支持华为的5G业务 所以市场就认为 说接下来高通 联发科 也有机会在年底之前 取得供货许可 香港演员江大卫 年轻的时候帅气挺拔 不过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香港明岛耳东生 他以前就曾经开玩笑的说 怀疑周杰伦是江大卫的私生子 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而对此江大卫也幽默的回应 如果他是我的私生子 我就不用工作了 因为饰演漫威超级英雄 黑寡妇 走红全球的好莱坞女星 史嘉雷 乔韩森 眉开三度 这位幸运儿是美国的习剧演员 史嘉雷的婚讯稍早透过公益组织 Wheels on Wheels America的IG公布 他和大三岁的周六夜现场演员 柯林约斯特周末十完婚 史嘉雷曾经和死士莱恩雷诺斯 发籍商人罗曼达瑞克有过婚姻 并与第二任前夫达瑞克育有一女 今年35岁的史嘉雷去年已经和约斯特订婚 当时两人已经交往两年 而这是约斯特首次步入婚姻殿堂 他们也透过慈善团体的IG 呼吁捐款帮助弱势 利用游戏点数来诈骗的案件 真的是层出不穷 来看到花明就有一名男子 他最近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 长相很甜美的直播主 详骗这个男生说只要汇款游戏点数 就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 没想到这个男生他还真的信以为真 跑到超商去要买这个 4000块钱的游戏点数 但是还好店员就察觉有意 立刻报警 警方呼吁民众遇到类似的案件 最好要提高警觉 别成为诈骗集团眼中匪扬 东森新闻黄一鸣 黄军廖品君在花联报导 在四年多前 维尔科技等等三家有关系的 补习班恶意倒闭 负责人当时捐款潜逃 所以有上万名的学员 因为补习班推荐 申办信贷缴学费 他们就背上了10万块钱 到20万块的债务 不过在小宝处介入团送 好 现在确定 维尔科技的部分 无需偿还融资公司学费 恶意集结 初来见对